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要离苦 佛法主要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离苦不是离一种苦两种苦 不是离一时的苦一世的苦 而是究竟的离苦 离苦就必须要找到苦的根源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然后要找到灭苦的方法 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 你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找对方法 就好像你去海边取那么多海沙 你去炼油 炼不到一颗花生的油 为什么 沙里面没有油 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叫做非因即因 你的方法不对 你没有找到苦的根源 你灭不了苦 解决不了问题 你学习的佛法 就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所以学习佛法最重要的是 除了让我们的现身得自在安乐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我们痛苦的根源 所以佛法叫做灭苦之道 灭苦的方法 那苦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们说过 我们的苦主要来自于生死 生跟死当中 有老 病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那么会有生死是因为有这个五蕴生 这跟老子说的 无有大患 为无有生 五蕴生 其实就是这个身心 那五蕴生心 那么有生死 生死当中 有老 有病 有愿正慧 有爱别离 有求不得 那这个是盖说 那么总说就非常的多 爱别离 求不得 有这些种种的苦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八苦 那么五蕴赤胜 因为他无常 无常 所以像火一样 因为他无常 无常顾苦 那我们说过 学习佛法 是要灭苦 要找到苦的根源 那现在有生 必有死 没有那个有生无不死的 没有 有生必有死 所以佛法不求长生 不求永生 他求什么 无生 所以重点 有生 接下来就有老 有病 有死 生老病死当中 生死当中 一定会有愿正慧 爱别离求不得 所以这一些 就是我们的苦 那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要从根本上生 那为什么会有生 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的男的 有的女的 有的高的 有的矮的 有的生出来 体格就很强壮 有的生出来 体格不强壮 有的家里很有钱 有的家里很穷 那人的差别还没那么大 动物的差别 跟轨道的差别就更大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生在这个世间 我们要追它的根源 佛法就是找到痛苦的根源 给予适当的方法 然后不断地 不断地治疗 不断地 就是斩除这个痛苦的根源 然后解决它 其实这样 好像我们遇到问题也是这样 这个是佛法 佛法教给我们的一个聪明的办法 那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人学习佛法 没有找苦的根源 不管什么苦 不管什么痛苦 儿子不孝顺 孙女要考大学 那么这个身体不健康 事业不顺利 婚姻不美满 全部都求佛 不是这样子的 要找到那个苦的根源 全部都是诵经念佛拜佛拜餐 然后就要解决一切问题 这样的观念回到佛罗门祭祀万人 不是这样 透过祭祀可以解决一大堆问题 透过法会 透过我们的虔诚专注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是 佛法告诉我们的是 所有的问题 都有它形成的原因 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现象 都是因缘合合的 都有它形成的原因 这些原因背后 有它不得不如此的道理 我们要找到那个原因 尤其要找到那个根源 那么解决它就好了 那就好像 你身体不健康 是因为你喝的水不健康 换掉水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 好 那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苦 种种的苦 只要事宜来自于生 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生 为什么我们会出生 是因为有业 有业 成熟 受报 你就一定要生 你不得不生 虽然父母把我们生出来 但是父母 父母只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的因缘而已 今天你的父母不生你出来 你也是会被生出来 你就找其他的 还是你还是会被生出来 为什么 你有业 你就不得不生 那是 所以基本上 是因为这个业 那业又怎么来 业是由烦恼来 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 种种的业 就受种种的报 这个就是果报 那果报就是什么 六道 我们是六道里面的人 人里面的台湾人 台湾人里面的苗栗人 我们就类似像这样 男人女的 种种 就果报 那烦恼又怎么来 不好意思 是我把它推过去的吗 我不小心就越走越过去 烦恼又怎么来的 烦恼的根源是什么 烦恼有很多 我们有百八烦恼 八万四千烦恼 形容很多烦恼 贪嗔痴是种说 一般我们形容烦恼 有非常非常多 但是基本上 我们以贪嗔痴来形容 三毒 所有的烦恼不离开 当然 对烦恼的分裂非常多 那再简单一点 叫做无名跟贪嗨 称事有与贪的 就无名跟贪嗨 无名跟贪嗨 有无名跟贪嗨 那贪嗨 贪嗨其实是因为无名 那无名一定会起贪嗨 那无名是什么 无名是什么 什么是无名 什么是无名 台语你听不懂 客家人多吗 什么是无名 无名 上次来讲 无名就是什么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 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真相也可以是 麦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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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问看看 什么是无名 什么是无名 无名 无名 亦无老死亦无老死亦无老死亦 什么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道真相 对啊 不知道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缘起信空 这样讲也对 缘起信空对 无名是什么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无名是什么 有没有人要讲一下 什么是无名 看你做笔记做那么 我们现在要找生死的根源 那刚才有讲 是真相 没有错 真相就是实相 那真相是什么 刚才有个句子说 是 真相就是实相 所以常常会见实相 见真相 都可以 那真相 刚才有说缘起信空 那缘起信空 这是佛学的名词 那一般人 基本上老实说 似同非同 那这个不用 缘起信空 我们先来讲 就是说 从佛法里面来讲 当然缘起信空是对的 但是缘起信空有一点点复杂 这个是到大圣 中观特别强调 中观这一期特别强调缘起信空 那最早的时候 不讲缘起信空这样的名词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烦恼的根本就是无名贪汉 所以 十二元起里面 推到最前面是无名 无名言行 行言四 四元名色 名色言六路 六路言处 处言受 处言阿 爱言取 取言有 有言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所以痛苦是最后的 生死轮回的痛苦 是最后的结果 这个结果由于无名而来 那无名 没有错 是不了解真相 不了解实相 没有正实相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 好 那真相是什么 实相是什么 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信空 我们就会受苦 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信空 我们会受苦 为什么 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信空 不了解实相跟受苦 之前有什么 跟会出生 不了解缘起 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时间 我们先追追到前面 这个是苦 苦就是有这个五印身心 是不是 有出生这个五印身心 这个是出生 有出生就有死 那生死当中就有这些苦 好 那 为什么 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信空 会出生在这个时间 不了解缘起信空 会造业 出生是会造业 造业是会起烦恼 那为什么不了解缘起信空 我们就会起烦恼 好 那我们来追这个东西 佛法告诉我们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找到这个问题 形成的关键 那么给予适当的方法 好 那 一般来说 我们加个叫无名跟贪爱 无名跟贪爱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叫做什么 我贪跟贪爱 这样我们就可能就比较知道了 我贪跟贪爱 我贪 什么是我贪 什么是我贪 认为这个身心是我 然后就执取这个我 保护我 那么这个是我贪 好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 生死的贞结是什么 生死的贞结是什么 就是它的关键 生死的贞结是什么 我贪 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无名 我们刚才讲 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清楚 不知道 不了解 无名 我们简单讲叫不知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 不明白什么 不知道什么 无我 无我是真相 我是假相 幻相 好 你因为不知道无我 依着我 而起我见 那依我见 而起我爱 依我爱 有我所爱 为了巩固我爱 我爱我所爱 那么就照种种业 起种种烦恼 比如说 有我 才有我喜欢的人 有我 才有我爱的人 有我 才有我恨的人 有我 才有我讨厌的人 我爱 我恨 我讨厌 我喜欢 我嫉妒 我不甘约 我就会怎么样 我就会用种种的手段 透过行为 透过语言 或在他前面 或他在后面 或面对着他 或背对着他 然后怎么样 伤害他 那么不管你是要把他绑起来 还是 还是 那你要跟他打架 还是你要跟他相骂 还是你要把他的东西拿过来 就种种 我们因为 我 我爱 我见 我爱 而起 我所爱 那么有我爱 我所爱 而 动发我们的身口 去造种种的业 起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那这些业 有善有恶 有善有恶 善业多一点 那么我们就生三三道 恶业多一点 我们就生三二道 不失业多一点 下辈子就有钱 拖到业多一点 下辈子就贫穷 就是这样 那这一些种种的现象 六道种种的现象 果报种种的现象 都是因为业 业都是因为烦恼 烦恼 都是因为贪嗔痴 贪嗔痴的根源 就是我见 所以 现在 这个跟我们要讲的 般若心经很有大的关系 般若 般若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 般若密多使 怎么样 对啊 是啊 它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根源 五蕴皆空 就是五蕴无我 这佛法里面来讲 十相 就是五蕴无我 那么因为我们执着这个五蕴 那么产生自我爱 那么对于自我所面对的境界 产生境界爱 那么由自我爱 境界爱 爱取贪爱 因为由我见 就是 所以产生自我爱 境界爱 起贪爱 起贪爱就起种种的烦恼 造种种的业 受种种的果报 佛法告诉我们 痛苦要找到它的根源 所以现在来看 生死的真结是什么 我见 生死的真结是我见 解脱的关键是什么 我 那这个就核心出来 生死的真结 造成我们一切痛苦的来源 就是我见 那解决 解决 解决 生死的关键 就是解脱的关键 就是 正德无我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考虑出来 就是 佛法是在解决一切苦的 灭一切苦的 所以叫度一切苦恶 是不是 这个就是它的功德 每一部经 我们说过 修多罗赐地所显 这个我们多强调几次 你就多会背了 一般经绿论 修多罗是经 次第首选 绿是皮难言 皮难言因缘首选 我写字很难看 没关系 阿彼达姆是论 阿彼达姆是论 论 分别所显 阿彼达姆分别所显 他是在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讲这本新经 我们先理解 佛法的经律论都是 这个叫三藏 三藏十二部 十二部不是有十二本 是十二种体材 十二类 那么经律论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个 修多罗是经 所有的经都在告诉你 修行的方法赐地 你读经 你不管读哪一部经 包括新经只有两百多个字 他也是告诉你修行的赐地 他一样告诉你这个 修行的宗旨 你看他第一句就跟你讲 修行的目的是要什么 灭一切苦 灭一切苦 怎么灭一切苦 要照见五音皆空 那除了照见五音皆空之外 好有什么 他就是方法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那赐地是什么 就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然后后面 沿着鼻子的生意 色生相望去往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他的修行赐地 或修行他的理论 好 那么 我们先解释这个东西 修多罗是你每一本经 一样 不管哪一本经都一样 地藏经也是 要诗经也是 乃至于新经两百多个字都是 所以你以后读经 你以后读经 不管你现在读什么经 读金刚经 读要诗经 读地藏经 乃至于你读植一品 普门品 来读一章 云通章 不管你读什么 那么他都在告诉你 这样修的目的是为什么 怎么修 赐地是什么 修完了你会得到什么 一定都会告诉你这几件事 那个就是什么 主要 但是你读经 你念经 最主要就是要明白 修行的赐地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明白修行的赐地 因为你要依赐地修 你才能赐地证 那么所有的经 论是解释经的 论是解释经的 所以阿比达摩斯论 在分别 分别这些名项 比如说五蕴 什么是五蕴 色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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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苦不乐寿 志向 共向 反正就讲得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他就给你讲清楚 这个是论 当然论不只有阿比达摩 在佛陀时代 佛陀灭后 论其实有三种 但是后来阿比达摩特别流行 论其实有三种 一种是阿比达摩 一种是昆乐 一种是摩丹离家 我们就是稍微知道一下 一种是昆乐 那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 他都是论 三个就是他论的方式 论是解释经的 主要是试经论 有一些是叫做中经论 试经论就是解释经的 中经论就是 他主要在讲 他不是解释的 他主要在说明这部经的道理 或佛法的道理 比如说据手论 据手论并不是特别在解释什么的 他就是说明整个佛法概论的 那这个是中经论 那试经论就是解释 比如说大致多论解释摩托波罗密经的 逐字逐字解释 逐句逐句解释的 那这个是论 论里面 重在分别明相的 当然阿比达沃不只是分别明相 但是他主要在重这些分别 那摩托离家是重大宗纲要 大宗纲要 这部经主要在讲什么 它的纲要 纲要性结构 大宗纲要 那昆乐不是 昆乐在贯通经议 在贯通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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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其实也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后来 因为说一些有部 主要以阿比达摩为主 他讲的详细 够详细 够清楚 比较没有什么 模糊的空间这样 那大宗纲要跟贯通经议 它就不太一样 那但是其实这三个都需要 这三个都需要 那所以 但是后来 这个比较流行 这两个就比较没流行 所以后来我们就以论 就以阿比达摩来代表论 那律 毗难言 因缘所写 你要看它智界的因缘 佛陀为什么要智这条界 它的智界因缘是什么 它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单单只是持这个界 而是你要知道 佛陀智这条界要繁范些什么 要成就些什么 那你如果不知道 那你虽然持了界 你得不到持界的功德 你不知道啊 你得不到它的那个利益 所以你一定要 守这个界 你一定要知道智界的因缘 那么读这个论 你要知道 你要对它这个 里面的明相分别 那大宗纲要 然后那个精力要贯通 那好 那现在讲到经 我们现在讲到经 经最重要的是 要明白修行的次第 那每一部经 它一定有包含 我们跟大家讲过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修行的什么 宗旨 然后修行的什么 修行的方法 这个我们一定要背起来 然后修行的什么 修行的次第 然后修行的什么 修行的功德 对 你们看 你们背起来了 我背很久才背起来 你们上过一堂就背起来了 那很厉害 我们就是要常常讲 你们常常听 然后你就会很熟 以后你在读什么经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就修行的功德 那大部分的人 这个都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 只知道这个 念了这部经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念了这个咒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念了这个菩萨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没有 不是 你这前面没有 没有后面的 没有这个因 没有这个果 功德都是果成就的 所以 现在我们要讲新经 比如说 这个要记起来 波罗波罗密多新经 你看 波罗 我们把这个插起来 写在中间 波罗波罗密多新经 要记得 有些重要的东西要记得 因为它这个会在你 没关系 慢慢来 不敢实践 没关系 我们来看 我看要写怎么样 写这里 波罗 波罗密多新经 这一部经就叫做 波罗波罗密多新经 刚才讲我们讲经 每一本经虽然这个很简短 它一样都是在讲这些 那波罗 我们先来讲波罗 波罗 什么是波罗 那我们说 我们 上一节有问过 波罗是智慧 翻过来是智慧 智慧 离苦的智慧 不起烦恶 解脱的智慧 那一般来讲 我们就用我们的中国话 叫做智慧来说 智慧 一般来说 智慧 世俗智 圣意智 世间的智慧 圣意智 那么 世俗智 有一点类似 就是 一般世间的人 对这个世间的理解 科学家 哲学家 这些种种 对世间的这个理解 它也不是错 但是它是相对性的 这个叫做相对的真理 相对性的 真理 但它不是绝对性的 它换了时空 换了一个地方 它可能就改变 那么 真理我们说过 真理有三项 法性 法著 法界 大家记不记得 真理就是法 是十项 这个我应该有讲过吧 有吗 法性 法著 法界 我跟你们讲过什么 我是依稀仿无记得也没有完全记得 因为我到处讲 我在哪里讲什么我也忘记了 我应该跟你们讲过 法性是什么 本来是这样 写错了 不是这个柱 我写错要跟我讲 说写太快了 写柱 深柱一面的柱 本来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就是到处是这样 就是如是 这样就是如是 本来如是 那一指如是 那一指如是 就一指是这样 一般我们叫法尔如是 一指 经常如是 或一指 恒常如是 一指如是 我们用简单的话说 一指是这样 普遍如是 普遍是这样 在美国在外太空在哪里都一样 那两千年前两百年后是一样 那么他没有改变好 那么圣意志就是绝对的智慧 就是这一种 就是绝对的 它不是相对的 绝对的 绝对的 绝对性的 真理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从佛法的角度看 那么基本上 佛法在讲这个智慧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讲这个 一般佛法里面的智慧 主要分成两个 我们先把世间的出世间的 就是佛法的 里面来说 只要使两种智慧 四有三无 就是你要了解什么 你要明白什么 明白了解 我们说无明事 不明白不了解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不了解 不知道不清楚 好 那你现在要 你现在学习佛法要有智慧 你首先要明白什么 了解什么 知道什么 清楚什么 我们要讲这个 因为智慧不是说 你要证悟我就证悟我 没有 你必须要前面 前面你要有那一种 有那一种智良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 智慧里面 牵着到四有三无 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 好 没关系 四有 四有就是四种政见 四间四种政见 我们写在这里 那可以 那可以 四有 四种政见 四种政见 四间的政见 你们有读陈伯之道 还有跟你讲 要先知什么 知什么 要知道 明白了解 知道清楚 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 要知道什么 要知什么 有什么 对 有善有恶 要知道有善有恶 写上面一点 四间政见 这个是初四间政见 看不清楚在跟我讲 看不清楚在跟我讲 你看哦 四间政见是四种有 所以我讲四有 比较容易记 四种有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要先知什么 有什么 有善有恶 说第一个 你们第二个第三个 大概就知道了 知道有善有恶 就是有善恶 有善有恶 我们简单讲就是有善恶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什么 对啊 可见你们都散过很多课啦 有什么 有业有报 这简单 这很容易记 等于我教你们 有业有报 我们现在讲智慧 在我们得到无我的智慧之前 为什么我们没有无我的智慧 我们得到无我的智慧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智慧 第一个要有善有恶 那就是 那你说 所有的宗教都知道有善有恶啊 基督教也有善恶啊 回教也有 所有宗教都有啊 哪些世间的人也知道有善有恶啊 善恶的分别不太一样 所以我说 那么 比如说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也有善有恶啊 但是 他杀牛既是是善还是恶 他是善 杀牛既是神 就好像 我们杀猪 既是这个神 我们会觉得我们在做善事 我们我们养了一头猪养那么久 就是为了为了杀来什么啊 来共来共神的嘛 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好事 我们造了善业 我们杀鸡 杀鸭 来为别人庆生 来为母亲庆生 母亲生日到了八十大寿 把家里面 组的个老母鸡杀了 来帮母亲庆生 给母亲补一下 是善还是恶 善还是恶 善中有恶 你孝宿母亲这个是善 杀生这个是恶 这个叫杂兰业 他也不是说这样就恶 也不是这样就善 善中有恶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做的都是杂兰业 善中有恶 或是恶中有善 抢人家的钱 去帮助一个穷人 善还是恶 恶中有善 那婆罗门杀牛去祭天神 他认为是善 佛陀跟他讲 这个没有善业 毫无善业可言 因为神又不是那个 你祭不到神 你帮助不了神 天神不吃你这种嘛 那你又造了业 如果你对天神有帮助 那还有善业 你对天神没有帮助 又对你有伤害 没有善业 只有恶业 那世间上很多都是有些人就不知道啊 他分别善跟恶他不会分别啊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是学佛的第一堂功课 你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 所以你以为在造善其实在造恶 那知道善恶 有什么作用 你要知道所有的善恶 都会形成以后对你的影响力 潜在的影响力叫做业力 为什么要知道有善有恶 因为我们说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业就是什么 你的深口意 我们再跟大家在12讲 业其实很复杂 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简单讲 业 从他的性质来讲 从他的性质来讲 有善恶无忌三种 从他的性质来讲 有善恶无忌 善业 恶业 无忌业 就是非善非恶 从他的 从他的这个 造业的这个 这个根源来讲 有所谓的深口意 深业 口业 医业 如果从恶业来讲 因为有善业 有恶业 恶业基本上 恶业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 有深业 有深口意 从他受报的状况来讲 有定业 不定业 定跟不定 定跟不定 其实还很复杂 但是我们简单讲 所有的善 为什么要清楚明白这个 就好像你吃东西 你要清楚明白 这个是有毒的 这个是没有毒的 这个是有营养的 这个是没营养的 为什么 每一个你挑过吃进去你身体的食物 都会留存在你的身体 对你造成好或不好的影响 一样啊 你今天这个有毒的你不知道 你吃进去的毒在谁的心里 毒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这个有营养的你虽然不知道 你吃进去的营养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当然你知道的你就会多吃一点 你不知道一直在吃毒 你以为一直在吃博 那你不是 你就是自己害死自己嘛 所以要先分别善恶就是因为什么 这些善恶都会形成业力 就是会对我们造成潜在力极的影响力 或是力极 力极的是什么 限事业 限事业 限事报的 限事报的 限事报的业 力极的影响力 潜在的影响力是什么 就它受报的时间来讲 有限事报 有来事报 有后事报 业 业还有限事报 来事报跟后事报 就它受报的状态 它有定跟不定 但是 还有 它有限事 限事报 来事报跟后事报 后事报 限事报就是 吃东西吃了马上肚子痛 喝水马上解渴 这个就限事报 马上就感受得到 这一生就感受得到的 你杀了人 马上被抓去去关 就限事报了 但是 从火把来讲 这个还不是限事报 也是限事报 但它只是花报 花报不是老虎狮子的花报 花报跟果报 就等一下我们讲夜报 还会讲果报 跟鱼报 你杀了人被警察抓进去关 花报而已 果报在哪里 果报在三二道 三二道才说果报 那从三二道出来 还有鱼报 还会短命多病 那这个是鱼报 那我们先回过来 团在这边讲 四有三五 这个是智慧哦 你智慧要先明白 你重点就是不明白 不了解 不清楚 不知道 根源是不知道无我 但是你在要断照见五印皆空 有这个智慧之前 你要必须要先明白这些东西 知道有善有恶 因为善就有善业 恶就有恶业 恶业就会有恶报 善业就会有善报 善业就会有善报 恶业就会有善报 我们常常讲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怎么样 时间未到了 那佛法用比较 比较文雅的一点讲就是 假使百千结 所造月不亡 因缘或一时 果报还自受 就是一样的道理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因缘或一时 果报还自受 所以善 你只要记这个 后面你就记得起来了 善有恶 要分别善恶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佛法里面的善恶 跟世间讲的善恶 不太一样 你为了国家民主去杀敌人 是善还是恶 佛法里面来讲 一样是善中有恶 就是大部分这个是恶的 杀生是恶的 那么 有业有报 所有的业是不是都会受报 是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 是不是 是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 不是 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 如果所有的业都会受报 我们惨了 报不完啊 我们造的业何其多啊 每一个业都要受报 报不完 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 那你刚才不是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吗 我们来看 刚才念的那个 假使百千节 假使百千节 时间很长了 所造业不完 所作业不亡 没有消失啊 因缘会议时 果报还自受 快没有水 果报还自受 普贤菩萨甲 假设我们造的业 可以拿得出来 就像这支笔 这支麦克风一样 这个桌子一样 我们所造的业 全部可以拿出来 尽虚空不能容纳 为什么 太多了 你看你今天就好了啊 今天还没过嘛 今天你造了多少业 算不完 善业 恶业 无忌业 无忌业不要算了 就善业 恶业就好 今天有没有讨厌人 有没有嫉妒人 有没有骂人 有没有讲人家的是非 有啊 都有啊 这些我们讲恶业就好了 那善业呢 善业当然也有 你刚去念佛来 造了很多善业 好 重点是 因缘会欲食 要成熟 你要记得 叶要成熟才会受报 叶跟报之间 叶跟报之间 叶会不会受报 是不一定的 但是叶如果成熟就会受报 就好像 我们要解脱 要善跟成熟 你要受苦 要恶业成熟 所以成熟 那怎么样可以成熟 相续 相续照做就会成熟 比如说你杀一只蚊子 也是杀生业 杀一个人也是杀生业 但是杀一个人的叶就容易成熟 杀一只蚊子 可能要杀很多次很多次 久了久了 那么那个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类似像这样 那么他才会成熟 那就不一样 那还要分很多啦 你的杀心 你杀之后有没有忏悔 就种种 那么叶跟报之间 叶要成熟才受报 所以因缘会欲 基本上 你那个心那个叶 那么不断照做 这一生也做 下一生也做 现在也做 未来也做 那我们为什么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出生 你一直都是以我见我爱 不断在照业 不断在照业 所以就以 因为我见我爱不断在照业 所以这个我就不断出生 不断出生 不断出生 其实这个业会成熟 那你这个我见我爱的业 那其他的六道的业也是这样 你一直都做十三业 那十三业成熟 我们的一生中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人 每一个人的身中 都背着很多的业 六道的业都背着 潜藏在里面 我们都照过六道的业啊 好 那算了 把第一业去掉好了 我们没有照第一业的业 其实都有啦 就把第一业的业先去掉好了 那么天人 那么人 阿修罗 畜生 那这些业 这些业 什么时候会受保 如果你现在 那么不断照做相同的业 那些过去的业就会成熟 比如说 六道里面 天 人 阿修罗 天人 阿修罗 第一恶鬼畜生 应该是畜生 恶鬼畜生第一 阿修罗 鬼 鬼不一定是恶鬼 但恶鬼比较多 畜生 叫做旁生 第一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的业里面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量的业哦 都有无量的业 这些业里面 包含这六个都有 所以我们会六道人物也是 当我们天 我们现在是人嘛 我们现在是人 而且是南沿浮体的人 人也有分哦 四大洲 福报不一样哦 我们是南沿浮体的人 南沿浮体里面 台湾的 台湾人 不一样 那么 假设你在做这个人的时候 你现在是人嘛 不管是男的 你的 哪里的 你是人 你是人道的 那么人道基本上是五戒的业 假设你在这个期间 你在这里常常修五戒 十善八观再建 那么你未来可能升天 你不用祝念你就会升天了 你不用祝念就会升天 我跟你保证 就是 假设你这个业 因为 你会去哪里 不是看谁来帮你念 而是 你造 你造过什么业 那你说 那这样 我们还需要祝念吗 看你 如果 如果你 你没有决定性 你害怕 那当然有人来是好 祝念其实是帮助你提起正念 那 什么人需要祝念 什么样的人需要祝念 善恶不定的人 他要去哪里还不太知道 他可能往 就是他要走哪一条路不知道 然后 我有一个人来 那一条路 他就往那条路走 跟着那个人走 那你如果已经决定了 你的业造的很多了 你已经走习惯了 那么 你基本上 如果你十善业很强 你不用祝念 你就会升天 如果你人道越强 那么你也会来 你也会来 如果你的轨道越比较强 虽然有人帮你祝念 你也不会升人天 没有办法 除非 比如说 你轨道的越我们讲 我们算公斤的好了 假设 轨道的越有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人道的越有四十公斤 天年的越有三十公斤来讲 那你要往生之前 那么 有人帮你祝念 而且你的心 心很专注 四十公斤提到五十一公斤 那你轨道就先了 等一下下一次 因为 越果的理论是什么 重者 先受 哪一个重 哪一个先受 它是这样的道理啊 那 从人道 你 因为你 本来是四十公斤嘛 那你年命中那个心很强 一念到十念 你就很想专注 那么 超越 超越这个轨道的越 你就不用做鬼了 就好像 你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嘛 那 你第一顺位你超越 当然五十一公斤 重者先受 守者先迁 这个是业报的理论 哪一个先前守 哪一个先受 那你去坐人啊 现在坐人啊 五十一公斤先坐人啊 轨道的越五十公斤 你来坐人的时候 是一样背着五十公斤的轨道越 三十公斤的升天越 那你坐人了之后 你过去孕缘好吗 来到静觉院又开始修行吗 八观摘一切五切 虽然也造恶 那多少会造恶越 会造轨道的越 偷偷讲人家坏话 记恨 这个都轨道的越 那轨道的越 就是鬼鬼祟祟 然后就是 暗中阴谋 阴谋 诡计多端这种的 那么这种 好 那你在连道的时候 你在连道的时候又多了十公斤 就变成六十公斤了 可是 你你在禁觉院修 修修修到 变成什么 八十公斤啊 那轨道的夜又停了 那轨道的夜又停了 先去修升天 升天的夜 这个夜报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我们一部分 修行一部分就是 那我们的恶夜不成熟 所以我叫你诸恶莫座就是这样 因为你越重 你无形中就增加你 因为这些没有消哦 这些不会消哦 他就带着 一直带着 带着 但是你一直保持 你一直保持 人天的夜都比较重 那么你就没有机会说鬼道 三二道的夜 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不会多三二道 极乐世界四十八院第一条 你们刚念佛出来 第一条 我的国土里面没有三二道 第二条 从我的国土出去之后不会多三二道 为什么 在极乐世界 不管你过去有造多少业 你在极乐世界都不会再造恶业 他二六时钟念佛念法念生 天天都在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他什么时候常常都是正念正知 就算起烦恼一下子到水里面 这个水伐水洗一洗就没有了 力量不强 恶业不会成熟 那么就算恶业有成熟的很慢 那个善业天天都五根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都在念佛念法念生 都在 每天早上都拿着饭去供养十方出佛 他的善业增长得很快 他的恶业增长得很慢 怎么轮都轮不到三二道啊 他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 我们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佛陀告诉你要怎么样 要诸肉末座 众善奉贤 至尽其义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你掌握了这个道理 你不用害怕 不管你过去造什么业 只要他还没成熟 只要你还没死 你都有机会 真的啊 你有机会 而且 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剁三二道 为什么 我们是有烦恼没有错 烦恼起来了控制不住 没有错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说 我知道不对 我就都不做 我告诉你 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有时候会有无力感 因为无力而犯罪 最麻烦的是因为无知而犯罪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无知而犯罪 跟无力而犯罪 差别在哪里 无知不知道啊 一直做一直做啊 他不知道这个是错的 就是没有分别善恶 不知道这个是错的 不知道这个会有不好的影响 做了之后还以为是对的 那么无力的不是啊 我知道是错的 但是我不得已 所以我做了也 我很不好意思 我很忏悔 我很惭愧 这个又不一样哦 那个业力就比较弱 因为你有忏悔 你会想办法不做 即使做了 心里面有一点难过 不安 这个业力就比较弱 那你照善业的时候决定的 因为你知道吗 你念佛念的很欢喜啊 供养供养的很欢喜啊 拜佛拜的很欢喜啊 对对 帮助人帮助人很欢喜啊 那你常常来就常常做 常常做常常欢喜 那个善业一直保持比恶业强 所以你就一直 为什么正的出国的人 他不会多三二道 提示人天晚访 他已经有证件了吗 他已经他还有贪嗔痴哦 正出国的还有贪嗔痴哦 正出国的圣人也有贪嗔痴哦 只是贪嗔痴没有那么重 但是他的戒定位都是很重 那我们不是 我们戒定位是 似有若伍 依稀仿佛 那贪嗔痴呢 那么就 就是明明知道 但是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明明会请 你就很决定 是那么清楚明白 就不一样 所以 观念智慧很重要 你没有智慧 因为你四倍而公伴 你不清楚不了解四倍公伴 你清楚了解四半公伴 所以佛法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在于 有智慧跟没智慧 用功其实都用功 虔诚都虔诚 专注都专注 信心都有信心 但是 有没有智慧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佛教跟外道的差别 那么外道有些很有信心啊 真的啊 久死不回啊 但是 都是什么 堂受辛苦 你看那些苦行外道 一辈子举一只右手 一辈子 只吃一马一脉 饿死了都甘愿 那一种 那一种对宗教的信心 对他们省的那种虔诚啊 那么也是很厉害啊 但是 佛法 佛法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要先走对路 走不对路 跑越快 回来越远 差的越多 就好像你不知道 不会分别善呢 赚了钱 以为是神保佑你的 以前只杀一头牛 结果因为杀一头牛 供养天神之后 赚了很多钱 就觉得 杀牛 供神可以赚钱 就杀了十头 后来更赚钱 就杀了一千头 真的就是这样啊 可是他不是 他的福报 并不是从杀牛来 供神来 但是刚好他杀牛供神之后 他就发大财啦 他就以为 他就以为是这样 这个叫做非因计因 非果计果 所以他就一直 所以他不明白 不明白 结果因为后来就因为杀生太多 遭受业报 死后 做牛 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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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脱离 畜生到了 来做人 又短命多变 你看 多冤枉啊 你说他不用功吗 用功啊 他不虔诚吗 虔诚啊 他不发心吗 发心啊 但是 只有一句话 愚痴 那我们学佛要谨记这些东西 你不是虔诚 发心就好 用功就好 你要鱼吃啊 我告诉你 你就斜贱 不知道道理 跑得越快 跑得越远 死在半路上 我告诉你 你都没有人可怜的 那么 影响人民自己 所以这个要非常谨慎 我们要累积的是什么业 那 我们现在先讲来这个 就是智慧 先讲到智慧 佛法的智慧 你要先了解这一层 然后才能了解这一层 这个更不容易离别 但是这个我觉得 很多佛教主就都不知道了 就都不知道 那 比如说 现在我看到很多人在 用那个烟共火共的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烟共火共 烟共火共做什么用 你烧那个东西给神 神就保佑你 这个是佛法吗 不是 如果 神保佑你 比如说 我看很多做生意的 开店的 有些有烟共 火共的 那烟共就是烧很多烟嘛 共养天神嘛 或者是鬼神嘛 你也可以讲共养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又不吸烟 那 你这个 你这个烟共我共 那么我们就希望 我们共养这些天神 受到这些天神的保佑 我们的事业怎么样 我们的事业会 顺利 会 会 增大 那么 就是 会发财 可是 你有钱是因为你共养天神来吗 不是 是从你来来 从你布施 从你努力工作 那重点 如果我们从跟你来讲 是从你不迁滩 布施来的 并不是 那你说那我布施给 给这些神 没有 你真的是布施给他的吗 就好像 婆罗门 杀牛 去祭神 他也布施给神啊 神吃牛肉吗 神要吃那些血吗 如果天人还是要吃这个 那他比你还不如啊 而且他要的东西还要你给他办的 好他才有的吃 那他比你还不如啊 他拿什么福报给你 何况 我告诉你 佛也不能把他的福报给你 佛也不能把他的福报给你 神怎么可能把他的福报给你 怎么可能赐给你福报 佛不会赐给众生福报 佛会告诉众生 你怎么样做可以得福报 是这样 这个是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其他的宗教就是 我拜 比如说我拜妈祖 我拜祭公 我拜圣母玛利亚 我拜上帝 上帝就会赐福给我 然后消除我的灾难 我告诉你 佛菩萨不做这种事 如果可以 我们早就每一个人都没有灾难了 不要说你们啊 我都献给佛教了 那我应该没灾难了吧 对不对 我都出家都做佛教 一生都献给佛教了 你还不保佑我 你要保佑谁啊 佛会保佑你吗 没有啊 佛不保佑你 但是佛引导你 告诉你怎么做会有福报 怎么做 会没有福报 什么做你会受苦 什么做你不会受苦 所以 证件很重要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可以说都没有证件 很多人没有证件啊 做的都不是佛教的东西啊 那么一直在学佛 一直在念佛 一直在诵经 一直在拜颤 一直在学佛 但是都不晓得什么是佛法 冤枉 这个是什么 有些不只四倍功半还算好的哦 四倍功半就是你用了十分的力得到五分的成果 还算好的哦 我告诉你很多是徒劳无功 徒劳无功还没关系哦 很多是什么 背道而耻哦 就是为门其利先受其害 像撒牛济世一样 那更冤枉啊 你本来要得功德 结果没有增长 没有增长福报 增长什么 增长愚痴 增长邪见 糟糕啦 很多佛教徒 天 有些淹贡 或是念咒 要怎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增长愚痴 增长邪见 佛法 你一定要先明白因果的道理 这个就是因果的道理 我还没讲完 因果的道理 其实就是如是因 如是果 什么样的因 所以我们第一个开始就讲了 痛苦要找根源 解决痛苦要找方法 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解决痛苦的方法是什么 佛陀不过是告诉你这一些 让你可以离苦 佛陀不是说你念我 你供养我 我看在你的虔诚 我看在你的发心 免除了你的罪 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 那这样早我们早就 我早就没有罪啦 对不对 不可能嘛 不可能 那阿难 奉侍佛陀25年 佛陀都不能够说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 阿难让你证出国 没办法 阿难让你证阿罗汉 没办法 佛陀的 佛陀的儿子 罗侯罗 你知道他怎么让罗侯罗得解脱的吗 我们知道 罗侯罗是佛陀的 唯一的儿子 罗侯罗有一天 这个就要讲到 吾我这边来了 三吾这边来了 我们先大概讲 放在后面再来讲 佛陀 也希望罗侯罗能够得解脱 罗侯罗有一天去找佛陀 说世尊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要怎么修 我才能够证悟 我要怎么修我才能证悟 佛陀我就跟他讲 我之前跟你讲的无印无我 你有照着修吗 他说有 那好 那你回来回去好好修 修回来 那时候我修了 好 他还没得解脱 佛陀看一看 我之前跟你讲的六处无我 你有回去好好想吗 识悟 如理识悟 然后做官 有吗 没有 你再有 那好 你现在再回去再想清楚 又去回去想 想一想 他还没解脱 这无我真的是不好懂 然后他又跟他讲 好 那我之前说的缘起无我 佛陀讲无我 基本上主要是这三个 无印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好 那你有好好的去想吗 他讲 有 好 那你现在再回去再把它想清楚 想一想 也还没解脱 还没证悟 没办法证 这不容易证 后来 他再来找 过不久又来找佛陀 我要怎么修 我才能够证悟 他要得解脱嘛 然后 佛陀看一看他 好 佛陀啊 你现在 你有去为别人讲无印无我的道理吗 他说没有 你现在去为别人讲 你自己理解跟为别人讲 有什么差别 你自己讲好像知道 可是要为别人讲 能够讲得出来 讲得流利 那个要很知道 对不对 实际上我现在跟你讲 你们是不是知道 好 等一下 换你们上来讲看看 你如果没有很知道 你讲不出来啊 你练不起来啊 真的啊 是不是 不然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诗诺诺证件讲 我再叫一个上来讲看看 不一定啊 那个就是什么 你要很深刻 一般我们理解佛法 没有那么深刻 那你要为别人讲 第一个 你要很清楚 把它弄清楚 而且别人会问问题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东西 关联 你都要清楚 要贯通了 所以佛陀就跟他讲 那你有没有去 为人家讲无一无我 没有 你现在去为别人讲 罗霍罗就 去去去去去去 讲了很多 人家会问嘛 他慢慢 他慢慢对无一无我的道理 比以前更清楚了 以前只是听 现在为别人讲 讲讲人家问 他又回答 慢慢越来越清楚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 佛陀又跟他讲 你有没有去 为别人讲六处无我 他又去讲一讲 那你直接讲无一无我 现在讲六处无我 人家会问两个差别在哪里 对不对 那个贯通又不一样哦 法跟法要相通 就变成这样 但是他还是不清楚 回来又去跟他 你又没去跟他讲 缘起无我 他又去讲 你看 佛陀就这样 让他去学习 让他去理解 你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的 现在渐渐清楚 知道明白了解 佛陀并没有说 罗霍罗哈 看你这么辛苦 来吧 加持你 让你真阿罗汉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 福报跟智慧 都要自己修 月报的原理就是 自作自受 有修就有得 没有修就没有得 有修有得 不修不得 修多得多 修少得小 一定是这样 那么 多修就多得 少修就少得 不修就不得 谁都一样 这个道理你如果不知道 你还在学佛 还在祈求 观音菩萨保佑你 地藏菩萨保佑你 那么 地藏菩萨超度你 那么 我告诉你 你都不是真懂佛法 第一个 有善有恶 也欲有报 单单这两个 单单这个夜报你就不清楚了 你不了解夜报的理论 你只是依稀仿佛知道有夜报而已 不知道 什么夜怎么报 夜报最重要的就是自作自受 不做就不受 你已经做了 你要怎么样让他不成熟 就这样啊 你已经做了 为什么他不成熟 要怎么样 要相续做 罗后罗 他已经 他已经理解了 但是理解的不清楚 还要相续 不断做 不断做 你的 你有天然的夜 你有好的夜 你的福报 我都修了这么久 为什么我福报还没现前 做的不够 为什么我这么多苦 你过去的夜现前 现在要受 那么 这些道理 你如果你知道 你就怎么样 你就知道 你现在我学佛要怎么做 我现在受苦 你就会坦然面对 所以 夜 有过去 知道有过去有未来 有去有来 去就是过去 来就是未来 不是现在 不是所有的夜都是现世报 不是所有的夜都是现世报 你说我都那么用功了 为什么还这样 我都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这样 你虽然努力 可是你过去 你过去的这些因缘 让你 障碍了 你说 为什么 他也 他也做一天 我也做一天 他做了一个月有钱可以领 我做了一个月都没有钱可以领 因为你之前跟公司借了太多钱 你赚的钱都不够还 一样的道理嘛 为什么人家一张卡拿去银行 领五万就五万 领十万就五万 我一张卡进去只能领五百 因为你去存就存在五百啊 你不知道领了多少 就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 你要知道所有的夜都有过去有未来 我们现在受的是因为过去 受到过去的影响 我们现在做的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受的是过去的影响 比如说我是人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我在台南 你在苗栗 那么这一些都是受 影响 比如说我的眼睛不好 你的眼睛很好 那么 这个 除了 就是说过去的夜 因为我以前没有好好 好 又还有我的眼睛嘛 没有保护他嘛 好 那 现在就受到这个影响了 那你们有 那你们就不会 那么这些夜 过去未来的 所以夜是通三四的 他并不是马上做就马上报 不是 他要成熟才会受报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 有凡有胜 对 没有错 要记起来 有凡有胜 有凡有胜 这个 这个是夜 所有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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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处理他 那么他成熟 就会受报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方法 不知道道理 你没有办法让他不成熟 你没有办法让他不成熟 你就不断中 无意中 无力中 就不断在照作业 不断在照作业 所以你过去的业 就会成熟成熟 所以为什么会六道轮回 为什么有些人会六道轮回 有些人不会 有些人只有两道 有些人只有两道轮回 谁两道轮回 谁两道轮回 正出国 正恶国的 人天 人天 两道而已 我们是六道 有些一道轮回 谁一道轮回 三国的圣者一道轮回 他只生到社界天 就那边生一次 就在那边证阿罗汉 有些不轮回 阿罗汉不轮回 所以 你了解这些道理 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要什么 超凡入圣 我们不再受苦 你只有超凡入圣 你才不受苦 你才决定不受苦 圣 凡就是六道 甚至什么 僧文圆解 那么菩萨佛 那么从僧文里面来讲 四双八倍 四双八倍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这一些 决定 可以解脱 过去的所有恶业 三恶道的恶业 决定不会再成熟 那么 自己过去所造的 无肉的善根 决定可以成熟 他已经入决定了 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也有决定 但是是决定轮回 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 要努力 修学 佛法叫做三无肉学 戒定慧 戒跟定 都是为了要成就慧的 都是为了要成就慧 那智慧 是有 有善恶 有夜报 有去来 有凡神 有善 有恶 有业 有报 有过去 有月来 有未来 有凡 有胜 这四个 为什么要讲这四个 因为佛陀时代 有很多人 六四外道里面有主张 没有善 没有恶 你在恒河南边杀 杀一千个人 没有罪 没有杀业 你在恒河北边就一千个人 没有善业 有些强调没有业 就是没有业 没有报 所有的善恶业 不会受报的 唯物论就这样啊 唯物论死了就死了 没有下一生 没有轮回 哪里去受报 怎么受报 没有 他不讲这个 还没过去 还没来 所以也没有烦 没有胜 那这个 这个即使我们现在知道 有业有报 但是我们知道的业报 其实是错误的 很多是非因基因 非果计果 非因基因就是 你这么做 其实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你却认为可以 非果计果就是 你现在这个状态 并不是解脱 并不是涅槃 你却认为你这样的状态 就是解脱 就是正果 就是涅槃 错误的 那么这个是非果计果 如果你这两个 没有先去掉 你不可能得解脱 不可能证悟 出果 圣者 圣者最低的境界 出果 出果断三戒 首先要断的 首先要断的 就是什么 借敬取见 借敬取见 三戒 出果断三种烦恼 凡夫跟圣人 差别在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无为 三戒 生戒 生戒就是我戒 借敬取见 跟疑 疑就是对四弟 四弟就是 佛法的真理不了解 苦极灭道 等下我们再来讲 疑 然后最重要是这个 借敬取 借敬取见 错误的观念跟方法 错误的修行观念 错误的修行方法 你没有正确 所以我们刚才讲嘛 佛法是解决痛苦的 第一个要找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解决痛苦的方法是什么 痛苦的根源 你看错了 问题不在这里 在这里 你却一直解决这里的问题 你永远解决不了 比如说 我生这个病 其实是因为我的胃有问题 你是一直去解决这个肠的问题 永远解决不好 因为病原在胃嘛 那你去解决肠 去通肠 胃没有解决啊 病原在这里没办法 错误是从 这是死老鼠出来的 你没有去把那个死老鼠移掉 你到处去扫厕所 把厕所的所有的大便都挖掉 那也一样会臭 也有道理啊 所以说你没有找到那个痛苦的根源 没有解决 你要解决它 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失火啦 那么你看到火马上用水去泼 你知道这个是油性的火灾 你用水去泼 火更大 你用错的方法 你一样没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四地 苦极灭到 苦 苦的原因是什么 灭苦的方法是什么 把苦灭掉 正确的灭掉 那佛法要讲这个 这个赤地你不知道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要灭生死的苦啦 单单要灭怨证爱爱别离求不得的苦 我告诉你 你就很难灭了 先不要讲生死的苦哦 生死的苦 先简单的讲怨证慧的苦就好了 你讨厌这个 这个人常常跟我作对 那么 常常伤害我 你要灭这个怨证慧的苦 你要去找那个 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我 那么你灭苦的方法不对 为什么 他讨厌我 他常常欺负我 我很生气 我为了让他不再欺负我 我骂他 我打他 让他不会再欺负我 我陷害他 让他不会再欺负我 甚至我杀死他 让他不敢再欺负我 也不会再欺负我 不能再欺负我 苦有解决吗 暂时好像解决 但是未来觉得更深 未来觉得更深啊 那么你这个苦看起来是解决 实际上没解决 就是你灭苦的方法不对啊 短暂他是死了 他没有办法再伤害你 实际上第一个 因为你杀死他 你要被关 活算是没被关 你未来 你未来会被他伤害 那么你就这样纠缠不清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人眼睛讲的 一样是这样 那么 那么互相酬长 你没完没了的苦 世间的人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苦的根源 苦的根源在哪里 在心 那我们讲真正的苦的根源就是 我见我爱来的 这个要慢慢慢慢后面连 这个是四种政见叫做似有 那三无呢 我们来看 三无其实就是三法印 三法印是什么 无常 无我 跟什么 无为 诸行无常 其实就是无常 诸行无常 无常 诸法无我 无我 跟涅槃其实 涅槃就是无为 我们为了好继 无常 无我 无尾 涅槃集见 无尾 这个是涅槃集见 这三法印 那有时候讲四法印 叫八个一个诸臭是苦 那你要知道一切法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这个是无尾的涅槃集见 中规于无尾 那我们就知道 波罗经 波罗经 波罗经主要 在讲这个 重点是这个 由诸行无常 之诸法无我 由诸法无我 得涅槃集见 那这个是世间 世间的证件 你首先要先理解这个 然后你要进一步理解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生死的关键 生死的真结所在 解脱的关键之处 无我 那我们来看 波罗 所以最主要的波罗 自在理解无我 所以 心经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行生波罗 波罗密多使 照见五蕴皆空 他所观照的 他所修行的 其实就是 无我 因为无我 你要断了身见 你就决定 决定脱离一切苦 那 好 那这个是波罗 我们简单讲 那波罗怎么来 波罗怎么来 从文师修来 这我们有说过 文师修正 这个就是正的波罗来 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修所成基本上就要 只观相遇 观照 那 罗后罗 罗后罗听佛说 只是文所成而已 他坐在树下 还好地想 师所成 然后 配合他的心专注 然后 再把这些道理全部 那么理解一次 那当然修所成还要包括 那你持戒修定这些的 修所成 然后才怎么样 然后才正所成 成就波罗 那波罗命 那我们说波罗 波罗有文师修 那么文师修正 正所成 文所成位 正所成位 那么 如果从 这个波罗经里面来讲的 这个就是文字波罗 这个是观照波罗 这个是实相波罗 就是 三种波罗 文字波罗 比如说金刚经 像心经 像我现在跟你讲 不一定是字 我现在跟你讲 你听了明白了 这个就是文字波罗 你知道 原来生死的真解在我界 解脱的关键是无我 怎么样贞得无我 那 怎么样贞得无我 要先知道什么是我 你才知道什么是无我嘛 就从这个地方下走 要知道什么是我 再等一下 不是等一下 我们讲到这个 无印无我的时候再来说 文字波罗 然后这个是什么 要起观照 观照波罗 那么由观照贞得什么 贞得实相 我们刚刚讲 真理是什么 就是 要见实相 见真相 好 那么 正得实相波罗 文字波罗 起观照波罗 正实相波罗 如果 从安安经里面来说 他说说 一文所成位 然后 失所成位 修所成位 然后得 得波罗 波罗波罗密得正所成位 就正实相 好 那么 证件 事件证件 跟初证件证件 事件证件 事有 有善恶 有月报 有去来 有凡胜 初证件证件 就是三法印 诸行 无常 诸法 无我 涅槃 其境 无常 无我 无尾 好 这样被 这样很容易记 不用看书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波罗 波罗密 现在是讲波罗而已 时间要到了 我们才讲波罗 波罗密多 波罗密多两种意思 一种是什么 道彼岸 我们说的 道彼岸 道彼岸 那么一种是什么意思 一切事就近成就 圆满成就 就近圆满成就 这个叫做波罗密多 那到彼岸 到什么彼岸 到生死的彼岸 涅槃的彼岸 涅槃的彼岸 就解脱的彼岸 我们叫涅槃彼岸 我们先来讲 就近到彼岸 也可以讲就近到彼岸 波罗密 能够让你到 涅槃的彼岸 就是能够让你度过 生死大海 佛法在讲大海 佛陀有一天跟比丘讲 我说的海 不是你们那个水很多的海 那个是凡夫说的海 我说的海是什么海 佛法讲大海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生死大海 生死大海 生死大海里面 又有所谓的苦海 生死就有很多苦嘛 我们刚才讲过 有什么 有夜海 你看那地藏君不是夜海吗 夜海 什么海 烦恼海 就烦恼造业受苦 所以佛法说 眼就是海 那个境界 色就是波涛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眼根 看到这个境界直取 其实那个就是新海 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生死海 生死大海 为什么叫大海 很深很广 漫无边际 不知道哪里是个头 你倒到大海里面 你不知道往哪边游 哪边都一样啊 东南西北都一样 不知道往哪边游 那么 在佛甲前 我们在六道里面就这样嘛 生死大海里面嘛 然后你依着这个智慧 然后到什么 跨过这个生死大海 到涅槃的彼岸 这是波瑞能够让你超越生死大海到涅槃的彼岸 波瑞波瑞蜜 这道彼岸嘛 有时候就翻作度嘛 所以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就是解释模合波瑞波瑞蜜金的嘛 模合是大 波瑞是什么 波瑞是字啊 波瑞蜜呢 度嘛 那解释金额叫做论嘛 所以大制度论就是解释模合波瑞波瑞蜜金的 就这样啊 所以有时候翻作度 那这些就是到彼岸 度到彼岸 所以我们讲超度超度 超越生死度到彼岸 其实超度原来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们的超度就不是这样 其实超度原来 其实简单讲就是 你超凡路圣嘛 然后到生死彼岸 波瑞蜜多 另外一个是 一切事究竟圆满 那一切事基本上就是 你其实一样 这个道理是一样 就是你修行 然后把这个修行修到 我们儒家叫做子于至善 修到最高境界的 无上 阿罗汉无身 那么把一切苦断究竟 把一切苦 把一切苦就怎么样 就究竟断了 承办了 圆满了 我们叫做圆满究竟 这个有一点像念咒 念咒念到最后都有一个 撒谱撒谱撒谱 就像这样 究竟圆满 那我们一般是用道彼岸 就是 就是超越 以智慧超越生死到涅槃彼岸 那么心就是心药 那么这个简单讲起来就是什么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 超越生死的智慧 心药 超越生死的智慧心药 那如果我们照这样的智慧 就是 智慧 超越生死的心药 那我们就是顺着来念就是 告诉你如何超越生死的智慧心药 就是如何超越生死的重点 信药 如何以智慧超越生死的信药 那经 我们说过 经就是来说 所有佛说的法 基本上 就用所谓的经 来说明 那么波罗 波罗密多心经 它是 波罗经里面的 信药 就是 波罗经很多 我们现在讲的波罗经 比较多的 比较大的 就是玄奘的六百件波罗经 六百件波罗经 那么早期在印度的有所谓的 善品 夏品 中品 那善品有十万 十万宋 中品大概有两万五千宋 或一万 一万八千宋 那夏品有八千宋 一万两千宋跟两万五千宋 中品是一万两千宋跟两万五千宋 那夏品 夏品是八千宋 早期的 那善品就有十万宋 那波罗经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在讲无我的道理 那么大圣里面讲的无我 其实就是阿含经里面讲的无我 但是 波罗经特别强调 两个概念 他讲空 其实 他是讲空 他是讲人无我跟法无我 人无我跟法无我 其实就是 波罗经讲的无我 重点放在法无我 那人无我 照理讲无我就无我 为什么还分人无我 为什么还分人无我跟法无我 因为有些人虽然知道人无我 但是他执着一切法有自信 所以空后来就变成无自信 强调无自信 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就是一切法无自信 无自信 但是法有自信 但是波罗经就起来强调说 那么有一些 有一些 论师 生文学者他是这么认为 但是 但是解脱的关键在 人无我 但是人无我 就一定是法无我 法无我 就是人无我 但是有一些人把它分开 时间到了吗 我们是讲到五点吗 你们没有讲 我会一直讲下去 讲到六点都在讲 那我们大概先知道这个 这个说起来很复杂 那我们 我们也不用弄得那么复杂 我们就先简单知道一些道理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主要就是 怎么样让你有智慧 可以超越生死 或是怎么样让你有超越生死的智慧 心药 就是 重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要推过去 我们先回向好不好 没关系 站着就好 愿以此功德 护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大家向佛上问卸 再问卸 上问卸 好 谢谢师父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